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是昏变的精灵 彩虹的导音 响起在我寻 南天和白云 我们全不是你的蛋糕天心 有一个王国里面充满了开心 有一个公主天真带一点恋心 它可爱而且味蕾也非常灵明 每天都会拼敲许多让人着迷的甜品 有一个村庄里全是蛋糕精灵 在这里公主找到珍贵的友情 穿过了香草山谷和食材森林 一起寻找一起冒险是最喜欢的事情 无论下雨和天晴 一起寻找快乐和开心 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是幻变的精灵 彩虹的导音 响起在我寻 南天和白云 我们全不是你的蛋糕天心 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不好了 哎 怎么办呢 哎呀 怎么办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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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艾力 你怎么还在这走来走去的 还不快收拾一下 快跟大队出发吧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他们都不打算跟大伙一起走 火山爆发了 就不好了 啊 谁不跟大伙走了 是天舅飞飞 咪咪桃子 甜梅杰西他们都不愿意走 咪咪桃子他们怎么了 他说要留在蛋糕村不走 不会吧 那太危险了 穆斯比比公主 你不要那么担心 说不定火山只是喷烟而已 莱恩 你这也太乐观了 就是啊 万一爆发 到时候走不了了怎么办 不愁 我要去找咪咪桃子 劝他马上走 公主 我陪你一起去吧 好呀 相较第二已经去找甜旧飞飞了 莫卡奇奇 我们一起去找甜梅杰西吧 好的 甜旧飞飞 我是香巧蒂儿 你在哪儿 甜旧飞飞 爱你 甜旧飞飞 香巧蒂儿 你来了 甜旧飞飞 你怎么这个时候在挖坑啊 快点收拾一下 我们跟大伙一块避难吧 梦想乐园怎么收拾呢 你想把梦想乐园也带走啊 不可能吧 就是不可能 我才要想其他办法 挖坑 不会就是你的想法吧 就是啊 我要把梦想乐园改为地下梦想乐园 你看 只要在乐园下面挖一个大洞 再把乐园搬到地底 那就算是熔岩 也只会在地面上流过 那就安全了 熔岩流过了 冷却之后就变成了岩石 你到时候怎么出来呀 嗯 那要多建一条通道就可以了 没问题的 那你怎么把乐园搬到地下去呢 一步一步来 一定可以的 但火山随时会爆发呀 那 那 秘密头子 大家都准备离开了 你怎么还不准备避难啊 我走了 我的蜜蜂怎么办 他们会飞呀 自己会找地方避难呢 才不会呢 所以我一定要安顿好他们才行 这个有什么用啊 我要建一个救生平台 原理很简单 用柱子承担起一个大平台 然后把风箱都放在上面 就算是火山爆发了 火山熔岩也可以在平台下通过 蜜蜂们就可以在平台安心生活 不会吧 你真的觉得这个平台可以 一个平台 好像真的可以啊 要不我搬到平台上跟秘密桃子一起 那就不用逃难了 公主 你竟然相信 不对啊 我不应该阻止慕斯比比公主 就让她留下来 公主说的是 你就留下来吧 我回去帮你把东西搬到这儿来 不对 哎呀 哎呦 怎么了 熔岩都来了 那蜜蜂还能到哪里去采蜜 天梅杰西 你好吗 梦卡琪琪 香草艾莉 你们来得刚好 我准备喝下午茶呢 一起吧 好呀 一边喝茶 一边聊吧 天梅杰西 碧娜的事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天梅杰西 你别哭了 其实大伙都很担心 牧斯比比 怎么样 咪咪桃子呢 不丑 她坚持要建一个平台 把所有的风向都放上去 天酒飞飞也要把整个乐园搬到地底下 你们都在啊 怎么样了 劝动大家了吗 劝不了 你呢 天梅杰西怎么样 我们都还没说 天梅杰西就一直哭啊哭啊 哭得死去火来地动山摇的 香草艾莉还在安慰她呢 哎 真难办啊 各位村民 我们在火山面前不能退缩一步 一定要抵抗到底 抵抗火山 保卫家园 原来蓝雀安琪才最难说服啊 火山怎么抵抗啊 抵抗火山 保卫家园 这么美丽的蛋糕村 真的要放弃吗 我虽然只是住了一段日子 但是我已经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了 如果火山来了 蛋糕村会不会全毁了 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能抵挡的 嘿嘿嘿 不是自然界的力量 是我的力量 还有一个办法 村长 有什么办法呀 村里有一个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预言了蛋糕村会有自然大灾难 哈 大灾难 村里有一根神木 可以令蛋糕村安全度过这个大灾难 不会吧 村长 你怎么新天才说呀 因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忘了 刚刚才想起来 我们到了 这么说神木就是这一棵吗 我说的是这个山洞 神木是在山洞里面 太好啦 慕斯宾宾小心 这就是千百年来 守护着蛋糕村的神木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树啊 慕斯宾宾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看宝藏在哪里呀 不过看起来好像没有能打开的地方 嗯 正是的 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找到呢 那就糟糕了 不能取出里面的东西 我就没有办法拯救蛋糕村了 不是说过了吗 这是千年神木 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的树木看待 其实两百年前 蛋糕村曾经经历过一场大灾难 大家就是依靠这棵神木 才能幸存下来 那时就有祖先预言 两百年后蛋糕村将会经历同样的事 而这棵神木里面的东西也会再次拯救蛋糕村 不过要得到里面的东西先要找到希望之光 那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别开玩笑了 不知道我们怎么找啊 不用找 预言里提到 两百年后的第九个月圆之夜 希望之光就会照射在神木上 到时候神木里的东西就会自动出现了 麻烦你下一次把话一次性说完好不好 第九个 那不就是明晚了 这么说 明天晚上我们就能找到办法拯救蛋糕村了 太好了 我们不用搬家了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吧 春琪 你在不在 我来了 你被捕了 赶快老实交代 你们又有什么阴谋 就算你花言巧语 我也不会离开蛋糕村的 我是来告诉你的 我们不用搬家了 找到阻止火山爆发的方法了 大家已经约好了 今天晚上一起去把神木里的宝物拿出来 这么说蛋糕村会没事 Blueberry也会没事 大家都会没事了 嗯 太棒了 故事宾宾 今晚他们就要取出神木里的宝物了 要是让他们得手 毁灭蛋糕村的计划就完了 看来 我要先他们一步把宝物抢到手 偏偏那神木要什么希望之光才能打开 其他办法都不管用 怎么做呢 来恩的样子实在太反常了 听到有拯救蛋糕村的希望 他不但不高兴 好像还很烦恼似的 上次也是 他本来都要离开了 但听到蛋糕村有危险又留了下来 本来我以为他是想留在这里帮助大家 可是那天晚上他又失踪了 接着 我们遇到了爆炸 然后 莱恩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难道 爆炸的事跟莱恩有关 不不不 我怎么可以怀疑莱恩呢 他可是王国第一蛋糕师啊 又帮了我们那么多 没有理由这么做啊 对了 虽然我不能比他们先一步拿到神木里的宝物 但我可以毁了他呀 这样谁也不能拿他来拯救蛋糕村了 奇怪 莱恩到底要去哪呢 真是的 好像是我在做坏事一样 不是约好今晚才到这里来的吗 莱恩为什么谁也不告诉自己一个人先来了 无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神木 始终是块木头 只要我在这里点火 你跟你肚子里的宝物就会一同化为灰烬了 真想快点看到穆斯比比他们绝望的样子 里面着火了 丧了 神木 来 莫卡奇迹呢 不知道啊 今天晚上 我还没有见到他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忘记 它真是太离谱了 蛤 你们看哪 前面好像不太对劲 是神木山洞的方向 我们快去看看吧 着火了 怎么会这样 村长 这该不会是你说的希望之光吧 虽然我也没见过希望之光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吧 这样的希望之光 什么都要被它烧光了 糟了 如果神木跟里面的宝物都被烧掉了 那还怎么拯救蛋糕村啊 快去找人救火呀 慕斯比比 你做什么呀 你们看 莫卡琪琪的帽子 难道莫卡琪琪自己先来了 她会不会还在里面 慕斯比比 莫卡琪琪 莫卡琪琪 快回答我呀 你在哪里 莫卡琪琪 你怎么了 还有呼吸 莫卡琪琪 我带你出去 怎么办呢 要是现在有美味奇迹就好了 难道我和莫卡琪琪的命运就要在这里终结了吗 你不是守护蛋糕村的神木吗 为什么不救我们 你知不知道蛋糕村就要灭亡了 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完蛋的 你快说话呀 这是什么 蛋糕 原来是一棵蛋糕树 难怪它是蛋糕村的守护神呢 莫卡琪琪琪 我们有救了 奇迹女神木 可怕 宝贝 使务isas 剌 正乌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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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回事 你们看 雪木里出现了一本书 摩卡奇奇 你没事吧 我是不是眼花了 办公中怎么有一本书 我知道了 这本书就是拯救蛋糕村的宝物 它一定可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 那我们快点看看吧 别让他碰那本书 蓝就是放火烧神木的人 摩卡奇奇 你胡说什么 我有证据 今天傍晚我跟踪莱恩到这里 我亲眼看到他犯火 我敢肯定 上次大峡谷的爆炸也是他做的 不 不会的 一定是你搞错了 他说的全都是真的 我想你们应该更熟悉我另一个样子 你是跟我们作对的那个坏蛋 莱恩 为什么你要那么做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很简单 我要毁了这里 所以对不起各位了 这本书我要带走了 不行 这是拯救蛋糕村的希望 快拦住它 快追 快追 地震又来了 大家小心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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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地震都帮我 看来蛋糕村 朱丁是要灭亡了 怎么回事 难道是刚才的地震 这么说 我和大高崔那帮蠢货一起被困在这里了 可恶 鉄码 陊小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